我身后这棵树 就是我入口处的第二棵 这棵树呢 我来到现在呢 应该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了 都一直生病 我们要忍心的把这些花给剪掉 从这边你们看得到 这些长出了多少花 看到吗 真的很多 很多远方也有 你看看 这里远方全部都是 到现在还没移好 所以你看啊 根系和土质啊 对一棵树真的有多重要 它一有根并的话 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移植它 到现在还没移好 我给你看一下树的状况 就是这一棵树 看到吗 这一棵树 看到 光溜溜的 有没有捷克都好 这棵树都不漂亮 它长芯叶都好 它又会枯掉 这棵树呢 就是我这边的路口处呢 第二棵树 你看有标新叶 可是呢 新叶出来过后又掉 又枯掉 你看现在又来了花蕾 这些果实 我们都不懂该不该收啊 树是这样的 他觉得他自己快死的时候 他就想要开花结果 因为他要 床中接代嘛 所以呢 就会开很多的这个花蕾果实 包括这里也是 所以你不要开心哦 看到树不健康 还有花蕾的话呢 赶紧把它去掉 我们这个呢 是肯定会去掉 为什么会这样 在线上有任何专家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